我从小就在渔村里长大 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 而博手居住的地方就是高雄哈马仙社区 正是属于由传统渔村转型为观光景点的社区 社区中的居民大多从事宜院 没有参加艺术活动的习惯 于是我们想借由这次的专题 带领高雄哈马仙社区的亲子 一起参与高雄儿童艺术界 而像这种常见的瓶瓶罐罐 都是直接丢到垃圾场 觉得很可惜 如果能使用环保回收物取代需要额外花费的材料 而成为艺术创作的新素材 既然为家长省去额外的费用 又能详细环保再利用的概念 在彩队工作坊活动开始之前 我们研究能够利用环保素材所做出来的特殊架构 例如章鱼、鳄鱼、贝壳、Total等装扮艺术作品 其中我们以鳄鱼作为呈现 于是我们这次专题结合了儿童艺术节 研发出适合高雄哈马新社区幼童的装扮艺术作品 并带领哈马新社区幼童参与产籍工作坊 制作装扮艺术作品 让幼童了解利用环保素材制作艺术作品的成效 同时也希望能够增加高雄哈马新社区家长与幼童对艺术的参与度 美感的学习除了欣赏感受之外 更应透过实际的创作去展现 因此我们想借由这次的彩阶工作坊活动 设计适合幼童创意制作的课程 利用家中常见的环保回收物作为作品的材料 并实际地在彩阶过程中展现新子的创意作品 让美感不再只是看 而是一种体验与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三天的艺术作品之作 每个幽童都怀着开心的笑容来到彩阶地点 能看到许多幽童身上的壮扮艺术作品 每个都非常的有特色 让旁边的民众都被吸引了过去 更有许多外地来的游客 带着我们的队伍拍照 也为整个彩阶游行活动添加了喜悦 我们在参加完采取工作坊之后 又再一次的到幽儿园进行试交 并结合美感连语课程 希望把环保再利用的概念传递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